那国安局长在关心什么事情 他说他关心国安 可是我们还记得吗 先前这个论我们在消息的时候 他是多次哦 发了声明 哇 写了乐乐等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国民党台北市员钟小平 他今天呢 其实来到监察院 要来检举谁 陈明通 说陈明通啊 威胁于正华要扛责 甚至跟他见面 在这边 这是一个赖的对话 我们在这边把他截图下来说 于正华在赖群子诉苦 说被陈明通召见 要他扛责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呢 向监委来检举 同时在明天要到地检署 按铃申告陈明通 同时台大现在 也会对陈明通这边来调查 希望 是啊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的国安局长 不在关心国家安全 反正当起了林志坚的发言人 那陈明通你又身为一个 台大的一个教授 你不好好关心 你自己学生的这个学术品质 你竟然帮他 有点类似在搞这个串供一样 各位 我必须讲这个陈明通 如果你要坐监犯课的话 拜托做坏事要懂得擦屁股 对不对 好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把 A的论文拿去给B 那你是不是两个学生在口试的时候 你老师你好歹要检核一下嘛 如果两份论文都一样的话 你不是老师你要做到把关吗 当小偷要懂得这个擦嘴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是必须讲哦 林志坚呢 前面有个新闻 他是一个脸书有29个小编的一个市长 大家不要记不记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人格特质底下 他一定是非常重视表面嘛 所以林志坚写的论文 封面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内容大部分都一样 我觉得这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太这个压抑的 那同时呢 林志坚他的酋长 风光的剪彩 很这个很风光 最后呢里面的工程确实会让球员受伤 我觉得在一个重视表面的首长的施政底下 这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这个压抑的 可是算是要必须讲哦 蔡英文 你这就是一个上行下效嘛 当你在林志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定掉了全党挺一人 你定掉了 这就是选举抹黑的时候 那你也不要怪底下你的官员 很多的老师就开始在那边歪钩了 对不对 我们回想一下你蔡英文自己 你的这个口试拿不出资料 你的论文没有管藏资料 没有这个入管资料 那包括你的论文松松散散格式不一 甚至你的学位的松等的资料 好像保命30年 你蔡英文就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个总统 所以上行下效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还是必须讲哦 在这个时候 我们回顾一下 你绿营的人士不是有很多的理念吗 包括像过去的这个环保坛藻礁 你们还是晋升嘛对不对 你们很重视女权 可是女权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们一片安静嘛对不对 包括像这一次学术 你们一片的安静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到底 你们这个党 你们的台湾价值 民进党的价值 到底在什么地方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就是说一个国安的官员 不好好的关心国安 去当这个林志健的发言人 这不就跟我们陈时中部长当时一样 在疫情期间 你不戴口罩去跟人家喝酒对不对 你这个官员不官员 总统不总统 市长不市长 研究生不解研究生 这不是国家整个乱了套了吗 这就是你这个绿营执政底下 我们国家整个大错乱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现在陈民中 那也要关心的事情很多了 他说他要关心古安嘛 但在这个时候 如果需要他来说明 他还是会出来说明 那要说明的可能不止林志健的论文 好持续再来看到 现在呢 发现在研究 这是一个国家图书馆 有持本的台大国发 所有五本的硕士论文 怎么看起来讲的 好像蛮像的 说是五胞胎 为什么呢 这个题目都是 香港居民对什么什么的 信任变迁研究 结果发现在现在 有五个学生写这个题目 主体性结构结论都一样 而且五个学生 会不会太多了 现在还要请陈民通来公布 170个指导学生的论文 同时要点名潘梦安论文 怎么写的 想要知道 那我们之前也讲了 陈民通讲说他是研究型的 所以还有好多好多学生 那现在好好来说明一下 因为五本都一样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非所思 一样 一个硕士论文 它的基本资料相同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大家都用同样相同的资料 来做个研究 然后从不同的面向来研究这个东西 也是可以接受的 重点还是论述 你这个论文也没有价值 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可以好好的把陈民通所指导的学生论文 通通摊出来 我们就用同样的标准来看 就像刚刚这个西基上面写的 余正皇研究的是林志坚的得票基础 OK 用同样一个民意调查的结果 然后林志坚同意研究的是 蔡仁坚的杠杠效应 也可以 那在看一个论文的时候呢 既然研究的方向不一样 他有用的所谓的理论的model 模式一定不一样 那我们就看他用什么model来做研究 好 用什么model来做研究 就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model是不是在其他的研究里面用过 你不能自己说这个model对 这个模式对就对 有没有在其他的model里面做过研究 然后那时候得到结果怎么样 然后再做个比较 所以我在这个研究里面 我研究的是A这个面向 那个文明研究B这个文明向 那不同的model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个OK 就是林志坚这讲的说 别人用他的民调的基础 是别人抄他的 这个是不对的 同样的现在我们来看 那个陈明通他这个五胞胎的事情 这五胞胎里面好像有一个 还是我的好朋友 那不管那不是重点 那康仁俊 他是第一个人 五个人用第一个 那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样 我们就用同样的标准来看 同样的资料 同样的民调 在香港做的那样可以 那是不是有五个model来做 不同内向的分析 那每一个model 他有没有在其他分析的成功案例 或者分析的厉害得失 最后我们再回来看 其实这个好好拿出来 拿出来整理一下 陈明通这么厉害 可以知道一半七十个学生 这个我还是蛮佩服的 这个真的很难 一个学期可以知道两个学生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可以知道这么多 170个 170个我不知道分了几年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来检视一下 我们的国安局长 他在学术上面研究的人力 他学术上研究的标准是什么 我从刚刚才讲到现在 我都没有指定的说 谁是对或谁是错 因为我是工程师 工程师做的事情很简单 我们哪证据 我们哪理论 我们来看结果 我刚刚讲的证据 是什么证据 就是你的论述是什么 我们的理论是什么 是你用什么model来做的 像你一直以来 刚刚不断地跑出这个影片 他用那个固定是完全一样的 那表示model是超过去的 他不是用不同的model 去研究不同的问题 你既然用同一个model研究 应该用不同的model去研究不同的 你既然用同一个model 可以用同一个问题 那这是怪到几点了 你说这不是抄袭 你还敢讲说这是你的原创 我真的佩服你了 好 那我们同时还要来看到 刚刚提到现在台大呢 已经表示认定是抄袭嘛 那至于在中华大学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先前呢 他就一直被大家好来检视 那我们在中华大学的部分 其实市议员王宏威说 这个相似度更胜于台大 那么台大在这边比对之后 相似度超过40% 那么在中华大学的部分呢 是来到94.1% 抄袭的比例这么高 所以议员就说了 如果中华大学没有认定抄袭的话 真的会被大家笑死了 凯翔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 前面陈明通的五包胎 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学者 跳出来连署说 要请台大跟中华赶快自清 自清说什么 说台湾现在这个学位啊 然后呢就是一个政学的关系 然后呢这个学校 可能不管是出于他经济因素 又或者是说他出于他的这个 想要建立一些人脉或声望的关系 所以就轻易地授予 这些政治人物的学位 然后呢政治人物 在等到他们掌权之后 他从这个学位当中 获得选举的资本 然后进而可能他因此选上了 然后已经掌权之后 再用他手中的权力 把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 比如说资源啊标案啊 又或者是说一些回馈 再回馈给学校 就变成了一个很二职的 很二职的一个交换关系 然后希望中华跟台大 然后呢都能够联署 请他们自清 把所有政治人物的论文都查一查 我个人认为要查全部查啊 不能只是中华跟台大啊 全面查 对刚刚你们讲到五包胎的论文 只看题目 但其实进一步的资讯 其实早就有人都揭露了 那里面包括哪些人 那五包胎的 那其实是六份 六本论文 分别有哪些人 有包括了刑事局的部长 有包括调查局的组长 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有学校的专员 有调查局连政处的调查官 有代表民进党 选过议员的候选人 还有陆委会的很高阶的副处长 副秘处长以上的人物啊 都是陈明通指导的 他专门指导这种有关系的人 专门指导这种在公部门工作的人啊 就是那六包胎 还不止五包胎 六包胎 六包胎就是 就是这些 全部都是政府官员啊 或是说公部门工作的人啊 然后呢 除此之外 今天 今天又有人提供资料 说不止那五包胎 六包胎之外 另外还有三包胎 是另外一份资料 又产出三份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文 有一份论文叫 首次政党轮替后 台湾民众对报纸与电视媒体的信任 变迁及原因探索 以2000 2001年到2014年的四波调查分析 还有一篇是台湾民众对 公警军三类人员 政治信任变迁之研究 以2001到2014年 四波调查分析为例 还有一篇叫 台湾民众对 我国实施民主的评价变迁 以2001到2014年 四波调查分析 同样一份资料 跟刚刚那个状况一模一样 指导教授都是陈明通 一模一样 一份资料 同样的研究方法 然后呢 拆成三个不同部分 授予三个学士 拆成三个台大国发所的硕士 其中这些人 又有高阶官员 又有在人事行政总处里面 工作的高阶官员 甚至还一度 还就很优秀的 还选派国外去 去进修的这样的高阶官员 就是这其中之一 还有我们过去媒体的同业 现在总统府高官的太太 都是在这里面啊 都是胞胎的啊 就是这样 陈明通又拉一串起来啊 什么时候要查陈明通 陈明通不滚 不要讲什么国安了啦 你国安放一个骗子 放一个学位前客 放这种人在那边去 去掌管国家的国安 你不是笑死人吗 所以我觉得中华大学 你不要讲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那个 我讲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业 他是最早写出来 中华大学这个 这个抄袭案的 那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然后呢 我后来跟他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多好笑 他说他当时叫这个爆料的时候 因为其实处理学位论文 特别是在选举期间 针对候选人的 这种爆料很多 当然其实很多是黑寒 或很多似是而非的 所以当他接到爆料的时候 要去跟这个陈青人见面的时候 他说心中还预想了很多问题 然后呢 约了大概就是留了一个 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要跟他好好的来谈论文 然后呢 预期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线索 还有很多资料要爬书 结果他说 他坐下来 叫了一杯咖啡 两个人聊15分钟 论文翻完之后 就开始聊天 不用看啊 那跟影音没什么两样 那就是两本一模一样的论文 那个是好比较的 没有什么好讲啊 就是两份 就是两份 不应该长得一模一样的 然后分别打上了不同的封面 一个是期刊 一个是标案 一个是学位论文 那关键就只有谁抄谁 但不管怎么样 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搞鬼 没有悬念 对没有什么好讲 他说坐下咖啡都还没喝完 就开始聊天啊 因为不用看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中华大学 如果他判林志坚 不是抄袭 那要嘛就是把那个 竹科 就是竹科标案的那两位教授 李友真 王明朗教授 抓去关啊 或者去把他们法办啊 不然林志坚 完全没有脱身的可能啊 那中华大学 到底会不会这样来判定呢 我们就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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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如果判定林志坚脱身 那大家就 大家也不会放过中华大学 那我们就在1.126的时候 用选票去教训民进党 那他如果没放过林志坚 应该也是这样 我还是想要教训民进党 不过我们看到 林志坚今天去了嘛 去了中华大学嘛 所以大家也在等着看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认定说就是抄袭啦 但是呢 还是有人坚持到底 挺到底 蔡英文 蔡英文中指会 现在全文也曝光了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说他活在一个平行时空嘛 跟大家关心洛门的时候呢 他是在关心 当然也是跟大家有相关 那么再看到 在8月10号 在中指会有回应了 回应了什么呢 就是先来回应国民党访中 再来说 昨天台大全会决定 很多人认为 智坚提出的证据没有被采纳 所以他还是愿意相信 智坚没有抄袭 所以呢 他要支持 智坚继续努力 寻求后续的救济 捍卫自己的人格 捍卫自己的清白 他说台大未采纳 智坚的证据 韩兵哥 第一个 这篇文章我就不相信是蔡英文写 这绝对是别人写 而第二个你说 林智坚提的证据都没有被采纳 不是耶 台大是真的把你所提出的证据 一个一个审视过了 那是因为 就好像刚刚凯翔讲的吧 你说你最早是2月1号 可是人家 余正皇提出来的是1月28号 人家比你早嘛 所以你提出来的证据是无效证据 没有办法证明你比人家早 所以那个证据没意义 不是人家不采纳 而是你提出来没用的证据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这一个 我觉得他的律师真的是脑袋烧坏 还是被火车碾过 我不晓得 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的证据拿去公证过 那公证是有什么 什么诡异意义啦 我今天拿一罐水 可以拿去给公证人公证 他公证有这罐水 他只认识对啊 确实有这罐水 问题这罐水 装成什么 他可不管你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 这根本就是这个律师在那边打迷糊仗 打到已经让人家觉得你想笑了 然后呢 蔡英文在那边鬼扯了一大堆 然后说只要看过这两本论文都愿意相信 蔡英文我请教你一件事 我看过啊 我看过了 那你也不相信 你看过你不相信 你也觉得你听到都看过了 我也不相信啊 但是我想请教的是 蔡英文你看过没有 你到底看过没有 我就不信你看过 游总你出来撤谎啊 说你看过啊 你敢吗 我看死你不敢 因为你根本没看过 没有兵哥你问蔡总统还多了 你要问林志坚看过 他自己写论文没有 我跟你保证林志坚也没看过 到现在还没看过 对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帮林志坚喊冤 就是他根本就不是抄袭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你们指控他是错 因为抄的人根本不是他啊 他根本连论文都没看过 他怎么抄 所以 基本上 我觉得 我要强烈看一个是 台大用错名称去处罚他 收回硕士学会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说他抄袭 因为人家根本没抄 他看都没看过 实际上 中华大学那篇更好笑 中华大学那篇 其实不是抄袭的问题 根本没有抄袭的问题 因为林志坚一开始就承认 那叫自我抄袭 因为他说 那个文章他写 他只是报告也用这一个 论文也用这一个而已 然后还有教授跳出来 帮他说 我们常常这样干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在于你根本不是共同作者 根据那个研究计划 那个报告里头 你只是个负责发问卷 然后结果你突然之间变成作者 然后他的英文版里头 我作者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因为作者只有一个人 那现在听说那位作者 那位教授出来说 这篇就是我的 所以现在有当事人跳出来 他林志坚才为什么要急急忙忙 跑去中华大学 就是要施压 你知道让大家能够为他遮掩 通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